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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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想告诉你 你知道吗 你错了 当了这么多年的科学家 我知道如果把我们的东西做得更生动 更精彩 会帮助大家理解 关于国企的问题 说句老实话 我帮您汤过来了 就在有一次的展会上面 我们是在有一个国家的大型的协会举办的展会 我需要做一个演讲 我们的同事跑过来警告我说 例子你知道吗 所有的PPT都要去拿去审核 而你这样的PPT太花哨了 估计审核都过不了 我也多了个心眼 我做了一个中规中矩的PPT送上去审核去了 当然了 很顺利 通过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您猜怎么着 等到最后展会的时候 我又拿出了我的必杀计 我起了一个雷人的主标题 我还拿了一个顺口溜 一个打油诗 来四句话概括了我的主要内容 当时全场都爆掉了 大家从来没见过说 还能PPT能做成这样 后来我讲完之后呢 就又留在会场听了下一个演讲 因为我去演讲 所以身上也没有带手机 等我听完那个演讲 回到展台的时候 我老板告诉我说 例子 你跑哪儿去了 我们四处找你 给你打电话也没人接 你知道吗 刚才我们的展台围得水泄不通的 你演讲完了以后 大家都跑下来问问题了 这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的PPT真的可以吸引所有的人 来参加展会的不但有500强 有外企 也有国企 私企 甚至一些小作坊 他们并不在乎说你是用什么方法来讲述的 而是在乎你用一个生动的方法 把你要传达的信息都传达清楚 那么也就是这些东西吸引了他们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让别人更清楚地能够理解到说 通过一个生动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一些信息表达得更清楚 在PPT里面 我们有两种方式来传达这种生动的信息 第一种 也是我们前面实际上点到过的 就是标题 刚开始我们只是提到了所谓的双关的标题 那么如何有一个更生动的标题 让它更有故事性呢 我们接下来就会跟大家讲 那么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线索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总分总的结构 实际上在这里面我们埋藏了一个包袱 这个包袱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跟大家揭秘的线索 我们先从标题来开始 标题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前面讲了从high five开始 讲了很多雷人的主标题 那么当我们需要把一个故事讲得更生动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让这个题目更有娱乐精神 给大家讲一个在去年大家非常关注的 中国两个乳业巨头发生了一些公关的事件 当时呢我正在修一门公关的课程 在这门课程上呢 我以这个案例作为一个标题 来讲了一个公关事件应该如何处理 那么写这份PPT的时候 我就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 叫做二奶恩仇录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PPT的时候 看到我用了一个二奶恩仇录的名字 来体现出整个的这个乳业巨头 两个乳业巨头之间的恩恩怨怨 同时呢我用一个副标题体现出来了 这是中国乳业不平凡的2010 那么用一个图片 也是我网上搜到的一个图片放在这里面 提醒大家这个是一个相互呼应的过程 大家看到这个底色也是一个比较灰暗的底色 实际上我想也想用这个底色表明 说整个这是一个不光彩的世界 这个PPT里面大家看到 我同样用了一种类似于小说 或者类似于打油式的方法 把我整个要说的内容表达出来 把整个公关事件像一个小说一样 行云流水般的表现出来 就是这样一个公关的作业 让我一个非公关人士得到了全班的最高分 我们再来说一说 我们还可以用哪些办法来提出我们的标题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在做了一个关于职场减压方面的东西 当时他就来跟我说 例子我觉得你的标题的这种方式很好 你能帮我起一个标题吗 于是我们就在讨论说 你这个PPT是关于什么的 他说现在年轻人加班太多了 天天都要去加班压力很大 我说OK那不妨我们就叫做大宝天天见 所以这样的一个标题 也是让这个故事生动起来 我还有一个读者 给我发来过一封读者来信 他是在去年看完那个《让子弹飞》之后 要写一份足理的报告 他们呢是做IT行业的 那么经常要在IT这个 在这个软件里面揪一些bug 于是呢他就写一个 让bug飞一会儿 可是老板说了 你怎么能够让bug飞呢 于是我就又帮他改 叫做一会儿也不让bug飞 正好是借助了《让子弹飞》的里面的一段小故事 那么在整个PPT里面呢 他都用了一些小的这种小虫子作为点缀 做得非常漂亮 刚刚讲了我们有一些题目 我们再来讲一讲如何用一些线索 把我们的故事穿插起来 我们讲了总分总段落 那么总分从段落的基础上 是不是能用一个完整的故事 把它表现出来呢 大家也许还记得2008年的奥运会 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 你还记得那个美丽的画卷吗 当它展开的时候 我们怦然心动 为什么呢 正是因为这个画卷作为一个线索 贯穿了整个的开幕式 它体现了我们中国的特色 而且在整个画卷中 展现出了太丰富的内容 有一次我在北师大给MBA 做关于PPT的分享 台下做了200多个MBA的学生 当时我就问大家 我说OK 你们能告诉我奥运会开幕式 最大特点是什么 我以为他们会告诉我 关于画卷的事 结果200多个学生 齐刷刷地看着我说 老师最大的特点是人多 实际上我要想说的是 我们的人只是用来烘托内容 那么什么东西真的能够承载 我们的特色 正是这个画卷 那么当我们写一个PPT的时候 什么样的线索 才是一个好的线索呢 首先它应该广为人知 容易让人理解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画卷 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我们都能很轻松地理解 这个画卷所代表的意思 其次呢 它应该是有一个充分的 能够展示我们内容的舞台 最后呢 它应该能够体现个性 就好像在这个画卷里面 我们是用了一个国画的 这个画轴一样 那么我们回到PPT 怎么能够在PPT里面 穿插出线索呢 在PPT里面 线索有几个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 线索可以让我们的结构更清楚 第二线索可以帮助听众 更好的理解我们的内容 第三线索还可以帮助我们 提供团队精神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很多 关于团队精神的部分 我们这里要再次强调 那么而且呢 线索还可以帮助我们 提高听众的兴趣 我们就一条一条来说 先说说线索怎么帮助我们 提高这个结构的清晰度 几年前我们去做过一个项目 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老板是说呢 我们要购买一台新的设备 这个设备听厂家 听我们其他购买过 这个设备的这个地区呢 告诉我们说 这个设备有很大的灵活性 它可以生产出一系列 各种各样的食品 于是呢 老板就派我去厂里考察 结果可好 等我一去厂里 我发现 好像跟我理解的不太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呢 我发现的确 他们的设备 是可以生产这么多的产品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设备 通过我们调节参数 生产出来的 而是什么呢 而是他们每一部设备 都有不同型号的东西 供你选择 也就是说 他所有的生产的这些东西 是通过排列组合得到的 而不是调节参数 那么如何把这件事 跟老板交代明白 也就是说 如何解释清楚 这两种不同的灵活性 一个是来自于参数的调节 一个是来自于设备的选择 所谓的这个灵活性呢 是通过选择得到的 也就是巴比娃娃 那么呢 我们又说 另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谈立女超人 谈立女超人的特色是什么 她伸展胳膊就可以轻松地 构到她所有想构的东西 也就是说 她的灵活性是来自于自身的 那么我们就通过 这个设备是巴比娃娃 还是女超人为一个题目 通过这样的一个线索 贯穿整个的一个PPT 告诉老板说 OK你知道吗 我们本来是想要一个 谈立女超人类的设备 可是我们实际得到的 会是一个像巴比娃娃 这样的这样的设备 如果我们得到巴比娃娃 这样的设备 我们希望在所有的排列组合里面 找到其中灵活性最高的 也就是其中一个 最像谈立女超人的 这么一个设备 那么也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线索 我们通过一个小姑娘 想跟妈妈要巴比娃娃的 这么一个线索 逐步的引申到说 我们的设备 买这台设备之前 需要考虑的所有因素 比如说配件 比如说我们什么时间 比如说我们买什么样的排列组合 就是这样的一份东西 交上去 老板太轻松 太容易的明白你的信息 那么可以帮助他更好的决策 我们再来说一说 另一个项目 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 关于大米的项目 那么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PPT 在这个PPT里面 我们用了一个整个礼品包装 为一个线索 那么在这个线索里面 大家看到礼品包装的这个盒上面 写着四个部分 这四个部分分别是原材料 工艺 市场概念和价格 这正好是我们这页PPT 所要包含的所有内容 同时呢 我们用不同的颜色 来区分不同的章节 然后在上面呢 我们有一个丝带一样的东西 把市场部和研发部 紧紧的记载了一起 还记得那个 Like White Unrise吗 这正是在那个报告之后 我们团结一致 一起工作 最后得到的结论 那么我们用一个大礼包的形式 告诉我们的公司 我们经过艰苦的努力 已经把这个项目圆满的完成了 在接下来的每一张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这一张里面 那么在这个原材料里面 我们完全用一个红色的 来表示我们整个的一个概念 最后一页我们也看到 我们用一个充满快乐的小人 县礼一样的一手式了解客户 一手式了解技术 那么把我们整个的项目的 最终的结果献给公司 类似这样的线索 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个多米诺 表示一个连续的过程 我们用积木表示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我们也可以用拼图 表示几个部分相互的结合 那么这个都可以构成 我们PPT生动起来的元素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项目 刚才提到了 是我第二本书的主要内容 是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艰苦的 这种健康油的项目 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我们费了很大的劲 最终得到了好多好多的数据 因为整个项目历时了一年多 那么等到我最后写报告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条线同时的在进行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测试 我们最后的数据 我们之前的一系列的数据 都堆在了我的案头 那么如何把这样一个 纷繁复杂的 历时一年多的项目 说清楚 这可不是一件什么容易的事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也是苦思冥想了好久 首先我想找到一个好的标题 那么借助于我的老板 为我们组提了一个很好的名字 因为我们是做健康油 所以老板叫我们HOT Healthy Oil Team 健康油团队 简称HOT 火一样的一个名字 那么我把这个HOT 放在我们前面提到的 Google的这种方法里面 我们看看它是怎么找到这个标题 我们通过HOT 我们通过这个搜索引擎 找到了一个题目 叫做HOT on the tracks On the tracks在英文里面 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铁轨上运行 另一部分呢 就是按部就班的进行 我发现 这不是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种双关的说法吗 那么大家看到这些PPT的时候呢 我也是用了一个火车进行的 这么一个方式来表示 我把我们的团队上的人 按照列车上面的这种吩咐 进行了一些安排 比如说我们的项目经理 我叫他列车长 那么我们几个呢 就成了乘务员 我们的支持团队 也就是我们列车的维护团队 那么我们用一个HOT on tracks 这种双关的标题呢 提出两个 一个呢 是我们想用列车的这样一个线索 把我们整个的故事传起来 那么同样 我们想用on tracks 来表达我们是按部就班的完成任务 说到列车的这个线索 实际上也是妙手偶得了 正在我发愁怎么用这个东西来表达我们的这个线索的时候 有一天我做地铁 看见这么复杂的地铁的地图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 哎 尽管它很复杂 但是大家很容易理解 而且它是多头的 那么这也给了我一个提示 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很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的项目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类似于地铁地图这样的方式 把我们的项目梳理清楚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地图的方式呢 告诉大家我们的列车开到了哪一站 哪一站我们要表示以下我们需要完成的内容 也就是通过这样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列车一步一步的开动起来 带领大家一步一步跟着我们的思路 把项目从头汇报到结束 很多朋友开始来问我说 这个图做得很漂亮 你能告诉我怎么做的吗 这里面没有任何的窍门 讲老实话 我就是一个杠一个圈一点一点拼起来的 的确做这样的一个PPT 是比平时的那样的一个要费太多太多的功夫 但是我总觉得这是值得的 因为它会让你幸福一辈子 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好的线索 如何能够提起团队的精神 在百事的几年里面有一段时间 我是负责坚果类产品的开发 坚果类产品在百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工作 那么我们坚果类整个的全球的大组 当时分别开过两次国际会议 一次是在阿姆斯特丹 一次是在墨西哥城 很荣幸两次老板都派我去了 为了珍惜这种机会 我每次回来都要向组里做一个两个小时的报告 把我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回顾了 从第一次会议里面 也就是说在阿姆斯特丹我们都学到了什么 我们学到了品牌的建立 学到了消费者的需求 学到了包装创新级产品开发 但是在第二次会议里面 我们通过讨论来看看我们亚洲需要什么样的坚果产品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用这个可爱的小松鼠 一步一步的带领大家分析 我们的坚果在哪里如何得到 在最后的一页PPC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写的 我们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坚果 但是边上一幅图告诉你什么 好多好多的恶狼在看着我们 好多好多的鱼在看着我们 小心我们的竞争对手 开始我们讲到标题的时候 跟大家提到过这个 Merry Christmas and Healthy New Year这个PPT 那么现在呢 我就来给大家具体展示一下 这个PPT里面我们如何用一个线索 把我们要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作为圣诞老人 他心目里面的这个健康的零食都是什么样的 我们通过了解圣诞老人 来了解我们整个的健康零食 消费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需求 作为圣诞老人 在我看来他有三方面的需求 第一圣诞老人是一个很有趣的家伙 宁可不能把他做得太无聊 那么也就是说 他的零食还一定要像一般的零食那样充满乐趣 我在市面上曾经买过一个健康的零食 说起来那可真健康 没有油 没有盐 而且是高纤维 但是说实话 嚼起来就像嚼树皮 显然这样的健康零食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么第二个呢 圣诞老人还需要什么 我们都知道圣诞老人要钻烟囱 这件事就告诉我们 他可不能太胖 否则卡到烟囱上面可不得了 那么所以呢 我们的健康零食也一定是要帮助 圣诞老人控制体重 最后呢 圣诞老人还是一个飞来飞去的人 是个空中飞人 这样的空中飞人经常工作很辛苦 出差要倒时差 要赶飞机 拉着箱子跑来跑去 那么这样的人一定必须充满能量 我们提供的能量也一定要是健康的能量 所以我们就通过圣诞老人的这个角度 帮我们提出了一个普通消费者 对我们健康零食的理解 也就是说首先他要有趣 而且呢 他要提供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控制体重 还能提供非常健康的能量 在接下来的每一页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还是用了不同的颜色 来框住不同的部分 提出了每一部分具体的细节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PPT 分析到最后 我们还是用圣诞老人说出他的心里话 叫谢谢你们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健康的零食 Merry Christmas and Healthy New Year 在白市我还做过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我们把它叫做燕麦面条 实际上燕麦现在大家已经不是很陌生了 可是燕麦毕竟呢 还是一个西方过来的东西 燕麦片这种食品呢 很多中国人还不是很习惯 于是我就想 为什么不能够把燕麦变成一种方便面 方便食品 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 而且是非常健康的 于是我就想跟老板提案做这个项目 可是你要知道 这么多的提案放在老板的桌前 他怎么会重视你的提案呢 所以我们必须把整个的故事 包装的让他更新眼球 为了这个我也是想了好久 不单想这个项目怎么做 而且更要想怎么让这个项目抓住老板的眼球 最后有一天 在我使用谷歌搜索东西的时候 我忽然灵机一动 我说不妨我们就把谷歌变成google 变成google good oat noodle 一个缩写 也就是说我们搜索如何制作燕麦面条的这个功力 那么一不做二不休 我紧跟着把整个谷歌的页面进行了一个山寨 我把所有的google改成了google 然后借助它的版式提出了我们整个PPT的框架 比如说在这个PPT里面呢我们需要讲我们的产品是什么 我们的工艺是什么 我们设备需要什么 我们整个的预算是怎么样的 最后呢我们是需要一个生产量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我也展开了整个这个项目一步一步的进展 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了解什么是这个项目 然后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们怎么达到最后的这个目标 那么当大家看到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了这个PPT的第一页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哦里面实际上很多的内容 比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PPT首页的内容还要丰富 实际上在这一页里面 我已经把PPT的首页和我们总分总里面的第一个总有机的结合起来 规矩永远是用来被人们打破的 那么当我们能够灵活的使用这些规矩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真正的掌握了其中的要素 那么在整个的GOODLE的后面几页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都是通过模仿谷歌的这种氛围进行说明 尤其在后面具体的说明里面 你会看到 哎 Liz 你这不是文字强吗 我要说的是 的确 这样的PPT是比我们传统意义上面讲的那种少字的PPT 要有些文字强的感觉 但是为什么它不会给你文字强的这种很沉重的印象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表达方式和我们听众平时的阅读习惯是接近的 因为谷歌是我们平时经常用到的搜索引擎 那么它符合我们平时的阅读习惯 所以这些东西结合到一起就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更生动更形象的了解你的内容 也的确不出我的所料 这个项目当我成交完这样的一份PPT的时候顺利的通过 而且这样的PPT不但展现在我的老板面前 还展现在亚太区总经理的面前 这个项目得到了企业充分的重视 再来说一说一个严肃的话题 这个话题呢 我实际上想用这个线索来跟大家说一说安全的事 跟大家说了我是做科学家的 在企业里做科学家 不光是要在实验室里鼓到瓶瓶罐罐 更要上得厅堂下得工厂 我们经常要去工厂里面做一些测试 而工厂那个环境可不是什么可爱的环境 轰轰乱乱的不说 更有很多安全的隐患 为此呢 我为我们试验场的工作人员做了一次安全的这种教育 通常安全教育是不是一个很省力的事情 因为大家不喜欢听 太教条 谁都知道安全很重要 但是谁都不爱听安全教育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在水泥行业工作 有一次他就跟我说 说例子啊你知道吗 在我们水泥行业 每年都有很多人 因为下到这个设备里面维修设备 而电闸在外面被其他的人合上了 设备里的人连失手都找不到 我当时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 我说这是最最基本安全教育 难道你们没有吗 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合上闸的时候 如何避免这样的方式 如何避免这样的事故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电闸上安一把锁 如果有人下到这个设备里面进行维修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这个锁锁上 然后把钥匙放在这个人兜里 随着这个人下到设备里 直到他上来打开锁 拉上电闸 当我说完以后 他好像头一次听到这种故事 告诉我说 你说的那是国外吧 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基金 可以让我们来买这样的锁 我于是说 我说二十块钱一把锁 真的很贵吗 它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些民工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站在摩天大楼的窗户之外 我们也听说了很多开胸宴费之类的 很悲情的故事 作为安全教育 它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得了陈飞 如果你出了事情 再来评估说 是谁的责任 如何赔偿 什么什么都完了 所以当我第一次 走进百事实验工厂的时候 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给我的工人进行安全教育 那么我深知安全教育的难度 为此呢 大家看这页PPT 我在这页PPT里面呢 用了百事的一个品牌 奇多的一个形象代言人 叫Chatters 是我们的一个小豹子 可爱的小豹子 所有这页PPT里面的图片呢 都是我们在销售这个产品的时候 做了一些这个可爱的图片 那么我们就从这些可爱的图片里面抽取我们想需要的元素 让它生动地展现 让它生动地展现在别人的面前 比如说大家看到机械上面的安全教育 电器上面的安全教育 火灾 高空滑落及食品安全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火灾的这个图片 它原本是我们一个超辣的这么一个口味的包装 那么在这里面我把它用在了这儿来体现这个火灾 同时比如说我们还强调大家 噪声大的时候要佩戴耳塞 这件事我们喊了很多年 但是很难执行 低面滑的时候要穿安全鞋 粉尘大的时候要戴口罩防止沉沸 以及接触高温的时候要戴手套 最后操作设备的时候要戴护目镜 这些东西真的不要嫌麻烦 我在这里面也借助这个机会 借助这个舞台 通过这样一个生动的PPT 告诉您 告诉您身边所有的朋友 我的这本小书是去年一月份上市的 一零年一月份上市的 上市之后紧跟着呢 就是虎年的春节 当时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市场宣传的基金 我和策划编辑我们两个人一碰头 做了这样一个生动的PPT 来宣传我们的书 在这个PPT里面 我们取了这样一个名 别藏龙卧虎了 今年该你嘚瑟了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图 我们在网上找到了 比如说像张小和的这个漫画 像兔斯基的漫画 那么把他们的东西结合起来 来表现出一个 在新年里面 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生活 一夜我们会说 分别这么久 你想我了没有 不管yes还是no 我都会把你放到心里头 我们也会说 奋斗了这么久 你牛掰了没有 不管yes还是no 我们都祝你虎年大吉 红运当头 就像一些小的故事 穿起到最后 我们说工作了这么久 你PPT了没有 不管yes还是no 都教你必杀绝技 让老板点头 那么这样的一个小的PPT 在网上开始了流传 也是在这个PPT之后 我的书的销量 真的开始一路走红 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 分享了很多很多 关于我们这个线索的东西 我们发现线索实在是一个好东西 它帮我们串起了整个的故事 帮我们让听众更容易地理解 帮我们梳理清楚了整个结构 更让我们的听众 爱上了我们整个的故事 它让我们把一个原本沉重的 原本不那么容易接受的东西 更轻松更快乐地表达出来 其实就像开始我们是提到那个展会 在一开始我也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这样的PPT的尺度 有些过大 是不是这样的PPT 不会被某些 比如说国企类型的企业接受 但是当我的PPT成功地 赢得了大家的喜欢的时候 我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通常会说我们需要严谨 我们需要严肃 而最后当我们展现出这样的一个 生动的PPT的时候 却广泛地被大家接受 我的一个朋友是这样告诉我的 例子你知道吗 没有人会拒绝快乐 也就是因为这句话 没有人会拒绝快乐 我希望在今后你做PPT的时候 能够把你的快乐展现出来 挖空心思 把你的PPT通过一个快乐的标题 通过一个生动的线索 让它能够更上一层楼 更好地展现在你的读者面前 你的听众面前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就到这里 在接下来的一讲里面 我们会说一说 如果你遇到晦涩难懂的概念 晦涩难懂的流程 如何让PPT使它更生动 更能帮助听众理解 那么下一章 我们的题目就叫做 科学大爆炸 很多朋友也会问我说 例子我看到你的PPT里面 有很多好玩的图 你是怎么找的 那么实际上我找图 我刚才说了我不会Photoshop 那么我的图都是从网上来的 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找到这些图的 其实找到一个图片也很容易 我们还是打开搜索引擎 然后在里面呢输入我们的关键字 点到图片 然后进行搜索 就可以搜到很多漂亮的图片 但是这里面提醒大家 为了保证清晰度 我们在这里面推荐大家用大尺寸 那么当我们输入大尺寸以后呢 我们再把我们找到我们相应的图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们找到这张图觉得还不错 把它打开截屏 拷贝到我们的PPT里面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我们的PPT就可以 非常清楚地显示这个图 因为它的分辨率是足够大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